据中国台湾网消息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台湾当局的种种表现 大陆配偶子女反台政策一日四变 禁止口罩出口大陆 阻挡在大陆台胞搬机反台 这让无人性的丑恶嘴脸 现出原形 更让台胞伤心寒心 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指 台湾当局准备全数接回 日本钻石公主号上的台湾人反台 两种心态两套标准 对此 滞留武汉希望返乡的台胞 集体写下求救信 向蔡当局发出 恳请帮我们回家的信求 蔡当局却不为所动 后续返家事宜 遥遥无期 对比在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 蔡当局如此冷血的区别对待行为 正如岛内媒体所言 台湾当局的冷血比病毒更可怕 在两岸同胞联手对抗疫情中 台湾有的政客和媒体 不顾事实真相 信口词谎 大方局词 在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 逢中必反中 上演政治道具 这俨然成为了两岸同胞 守望相助 加油骨气的另类对照 台湾同胞 纷纷对蔡当局的冷血行径 谴责和反对 岛内舆论也指出 纯亡齿寒 冷血比病毒还要可怕 这样的心态 真是可怕至极 由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很多台胞 台商以及台湾艺人 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和手段 捐款捐物 点滴暖意 诠释着两岸一家人的 真是含义 蔡当局的泯灭良心的行径 与两岸同胞 联手抗击疫情的期盼 个个不入 这会寄起更多的反对和痛骂 我们有万千理由相信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也会更加珍惜 疫情面前凝聚起的 同胞情 家人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